孔秋个子很高 他喜欢读书 也喜欢四处游历 鲁国国君鲁昭公赏赐的 一架马车和一名随从 带着孔子来到他的梦想之地 孔子最想去的一个地方 就是东周的都城洛阳 他最想见的一个人 是住在洛阳的黎尔 当然 这一次拜访 他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来的 他想向老子请教礼 老子管理的首藏室 几乎集合了当时 中国文化的全部精髓 他掌握着这个国家 最核心的文化资源 孔子讲述了 自己对理智分明 伦理规范的周公时代的向往 希望借此拯救 正在崩塌的社会秩序 老子 则将世间万物的运行法则称为 道 主张道法自然 认为人要顺应自然规律行事 不妄为 不强求 他提倡 无为而至 执政者 应以无事取天下 作为立国之本 周朝建立了一整套完备的宗法制度 与礼乐文明 孔子的想法 一直没有改变过 他要想方设法地呼唤 并恢复周礼 他要把散落在地上的理智碎片 一点一点拼起来 重新安放进世人的心中